先将机器底盘放在闭光通风适宜的环境温度下 面对机器,底盘加水孔在右侧 安装中框 中框分上下 中框内侧的宽边一侧在下面 然后将弹拖框推入中框 安装滚轴弹盘 安装之前先检查滚轴两端子母头有没有松动 确定两端是固定连接好的以后再安装 安装时将滚轴带齿轮一端放到螺旋杆一侧 另一侧插入弹拖框中间一排小孔里 根据总弹大小可以调节滚轴之间的间距 方便孵化不同大小的种弹 安装好所有滚轴弹盘 然后连接翻弹电机对接插头 盖好上盖 安装好机器,我们安装自动上水装置 孵化前期使用一个上水装置即可 机器无论大小都有三个加水孔 将上水管一端连接机器任何一个加水孔 找一个可乐瓶子必须是可乐瓶子 可乐瓶子自备 将可乐瓶子装满水和上水器连接 然后堵着上水器出水孔 迅速将可乐瓶子和上水器翻过来 然后将上水器和上水管连接 自动上水器和机器必须在同一个平面内 注意,自动上水器高于机器会导致蓄水过多 溢出机器,低于机器无法自动蓄水 即自动上水器必须和机器保持一个平面 安装完毕,接通电源 电源线插接牢固,避免接触不良,烧坏机器 使用前先试机两个小时以上 停电时及时拔掉电源 避免来电时电压不稳,烧坏机器 双电机器停电时可以直接用电瓶线连接12V50A以上的电瓶 红色接正极,黑色接负极,电瓶自备 家用电和电瓶线不能同时与机器连接 泡沫箱请勿丢弃,妥善保管 当环境温度低于25度以下,达不到设定温度时 需要套上泡沫箱,给机器保温 中层也可以做保温措施 纸板或者旧毛毯包裹 机器远离地面50公分以上 避免地温影响机器内部温度